大家好,面前这一棵是叶夫人 花已经开过了,这是我亲戚家的 开完花呢,她叫我帮她换植料 然后还要把它分成两盆 从这些花根上面看得出来 她之前都开了三到四朵花 她这一盆的花量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花梗在里面了 叶夫人的品种也比较多 大部分的品种都有香味 并且是晚上散发香味的 她这一盆是白了索,花是白色的 植料是椰壳的,也是比较旧一点 为了方便菜,我昨天就跟她泡过盆了 泡透水的椰壳是比较好拆的,轻轻一掰 就剥离下来了 不过呢,它的根是扎到那个椰壳里面的 所以呢,也会带下一些健康的根 也比较可惜,但是没办法 现在呢,我要把它拿去冲冲水 这样子才拆得干净 把植料给清洗干净了 先呢,不准备剪根 准备把它分开以后再修剪它的根 刚刚找了一下位置 大概是在这里来分开 呃,这个位置呢,分开来 两边稍微比较均匀一些 再一个呢,它伤害会比较小一点 这里呢,就剪掉两个球径 两个地方,这里和这里 分开了以后呢,发现 呃,作为两盆的话 大小几乎是差不多 呃,不会说一颗很大一颗很小的一种 这就算是比较满意 另外呢,旁边掉下来一个小枝 接下来,跟它们修剪根部 我已经修剪好它的根部 修剪下来的根里面有些健康的根 这是分猪的时候,切断的 分猪没办法 因为它的根比蝴蝶蓝的根细一些 还剪了一枝下来 它这颗业妇人的状况还不错 现在我又用上我制止的万能护理液 呃,养护配方当中的原液 对着它整颗兰花喷洒一遍 它有长心肝,也有长心芽芽 通常呢,我在拆完植料 修剪完它的根部 都会用上这个万能护理液 帮它消毒杀菌 我们再反过来 不过我要小心,不要弄断它的根结和心芽芽 继续喷上万能护理液 喷完以后呢,就让它在那里亮着 让它吸收一下 我会去准备其他的质料 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万能护理液 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你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 万能护理液 也被它吸收的差不多 现在开始要来种植它买 那看看我跟它准备的质料 这个应该叫芒谷 也是种植兰花的质料的一种 另外还准备了一些水苔 洗了一下,凝干 放掉我们操作 还准备了一些木炭 木炭呢,是之前我买的烧烤用的 在超市买的 买回家自己把它敲碎 敲碎以后呢,把它分开来 这一部分呢,就是稍微大一点 并且有点不规则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形状 这个呢,就稍微规则一些 小一点,还有更细一点的 另外放着了 炸完了以后,洗干净 晒干备用 既然它叫我帮它分成两盆 那我就会用两种种植方法 来种植它们 先呢,用上它 以前这个容器已经洗干净了 我会在容器的底部呢 加一部分水苔 加一部分水苔以后呢 再加一点木炭 再加一点这个芒谷 再加一点水苔 然后呢,把兰花放上去 比一下高度 调整好位置 继续加植料 这一盆已经种好了 不过呢,刚才操作当中 弄断了一条 那我们就把它 从断掉这里 剪掉就是了 终好以后 我们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终好了 那我们就是拎着整颗兰花 全微晃动 它不掉下来 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种另外一盆 另外一盆的种植方法是 我用一块大的 没有敲碎的木炭 然后呢,跟它绑一个 木炭水苔球球 我们先往这个木炭上面 加一点点水苔 绑一个初步的木炭水苔球球 这个呢,就是初步绑好的样子 平整一点的在下面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颗兰花放在上面 一边加水苔一边绑 尽量的把它绑得漂亮一些 好,两盆都种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木炭水苔球球 做好了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咯 他说的,还要把它们养顺了 再给它 那就暂时再养着它们吧 那这个木炭水苔球球的 这个怎么弄呢 可以找一个容器把它放起来 我找了一个篮子 这样子把它放起来 男子下面是没有动的我 然后呢,旁边呢,有一些孔 我们可以把这个孔里面呢 穿一些绳子把它绑起来 也可以用雨线把它绑起来 然后挂起来也行 这就是做好的效果 两盆呢,都可以挂起来 都可以放在花架上面 这个你看,弄了一个挂儿 内外容器这样子浇贴 刚好呢,放到底部 这个容器大小刚刚合适 这个呢,也跟它加了铝线 并且上面呢,弄了一个勾勾 也可以挂起来 也可以放在花架上面 自己喜欢 然后浇水的时候呢,等它的水太干了 我们把计算好的水 往这个容器里面倒就行了 它虽然周围有孔 但是呢,下面那个虚水位呢 完全可以 装到它所需的水的分量 另外这一颗,当然就更容易啦 这些种植方法呢 简单、方便、省时、省力 这种种植方法呢,之前有分享 怎么样交去施肥 今天就不重复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